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视而不见 冲而不闻 作为一个爱国教育者 速报教育救国夙愿的马军武 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 当然表示不满 他转而热心政治 关心国事 发表对失局的看法 提出挽救威王的主张 但结果却遭到当权者的责难和排挤 早在1931年918事变 日后侵昆东三省 第二天 蒋介石从上海得到消息 于20日发出 不抵抗训令 期望国际联盟出面调节 依赖国联中断处理 但在强权社会里 国家实力即使公立 富有爱国之心的马军武 并不了解各种内情 便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不满 曾以悲愤的心情 写下爱沈阳四手 在失去中写道 九月十八日夜 日本失入沈阳 当方艺电北平告急 持张学良 自上海零点影明星蝴蝶至北平 开跳舞会 兴致正好 第一次电话 不暇紧 用来第二次电话 张仓促答 以日本要什么便给什么 仍跳舞不错 东三省岁于二十四小时内闻于日本以 其中之一首诗传遍大江南北 诗曰 赵子峰流诸武狂 偏偏蝴蝶醉航港 温柔相视英雄种 那管东诗入沈阳 诗中表现了他的爱国热忱 和极乐如仇的思想 孝让如此 西大师生也就更表现出极大的民族正气 九一八事件之后的九月二十八日 也就是事发十天之后 广西大学奉省政 府命 魏东三省国难事件下办起 师生必沉黑傻 停止娱乐三天之哀 第二天 又召开全校教职员会议 愁伤抗日办法 推荐人员参加吴州市各界抗日救国大会 成立广西大学抗日救国委员会 专门办理其研究抗日救王一切事宜 成立吴州市列祸陈列馆 10月5日 广西大学发布校长布告 一 抗日救国常务委员会决议 本校应派出检查日货分队 每日两队 自16日起至18日止 检查各地日货 禁止出售 二 凡是愿加入义勇军者 在学校方面可到校长处报名 至11月1日前汇报来会 11月24日 西大因齐齐哈尔沦险 发起为义勇军捐 献活动 教职员工捐集良好1140元 学生捐集267元 11月27日 广西大学周刊 又出版抗日专号 表达全体师生的抗日决心和信心 看头语中写道 我们的努力 不是向国联求援 更不是跪求一切帝国主义者 替我们打抱不平 而是拿我们的勇气 去与日本鬼拼命 拿我们的鲜血 去夺回我国的领土 东三省 拿我们的头颅 去救满猛的同胞 拿我们的利刃 去杀尽叛国汉奸 拿我们的笔锋 去叫醒世界的正义 亲爱的同胞们和知识们 不要胆怯 不要畏惧日冰的凶暴恨蛮 更不要顾及我们的贫弱 现在我们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分起坐光荣的抵抗 与其挖全 不如与岁 同胞们 知识们 起来吧 用我们的血 去洗进中华国企上的五点 西大学生在吴州广场集会 宣传抗日 12月3日 广西大学师生参加吴州市远马沾山成章学粮大会 走上街头 号召市民为前方将士捐赠银钱 衣服 群众纷纷响应 仓无限制载为11月29日 笔着住 1932年2月 广西大学师生又踊跃捐款 汇计上海 为老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将士 马军武多次在广西大学纪念周的演讲会上 提出自己的抗日主张 抨击时政 1932年12月26日 他在柏林大学立校的真精神的演讲中 指明道性的批评蒋介石及政府 他说 自民国以来 一般执政的都是一丘之和 袁世凯以来 利用现有的势力做皇帝梦 到北洋军阀 以优越的地位来抓钱 图一己的享受 一个夺军 省长 动辄搜括几千万 几百万 蒋介石 宋子文来了 作恶的手段更高明 中日津津于功名利禄地获得余保权 而枉却自己的职责所在 进行抗日宣传归来的西大学生 1933年1月9日 曾经布满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他 在 走上俄罗斯的路的演讲中 则主张向苏联学习 走个国人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的道路 他说 我国近数十年的历史都是耻辱的记载 是战败 割地 赔款 残杀 一切的复写着 所以 中华民族国真要生存 就要能够自卫 应该竭力奋斗 我们不甘心做鸡城与重挤 任人残杀 就得以做独立运动成功的实力 拿来做个前车 认真充实我们民族的力量 1933年 日本军队攻占山海关 占领热河省 禁逼华北 南京政府却一让在让 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马军武当时感叹道 三十多年前 与顺垂首而失 今日热河一人 几十年中国还是一个样子 记录蒋介石暗中与日本侵略者毛球妥协 企图借日本人的势力 来消除反对派的阴谋 号召广西大学学生 团结起来 拿鼠本 拿锄头 拿枪炮去救国 以唤醒民族 复兴民族为己任 主张 向苏联学习 搜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的道路 马军武之号召到了 1933年1月30日 广西大学寒夏留校的师生 自发组织抗日宣传队 一连四天 携带地图 传单及照片等宣传品 出发到长州等地 宣传抗日意义 揭露日后暴行 这一年 寒夏开学后 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 西大女生加息看护学 每周登社妇女看护学习两小时 以备将来战事为国服务 后来 全体教职工再次捐献月币1053元 即冯玉祥转交宋哲连等抗日军 购子弹 粮食 以表崇拜卫国军人之诚意 当年 教职工工资微薄 生活艰难 但为了民族生存 甘愿勒紧裤带 后来 贵系要把西大各分校设到各地去 马军武争之不得 愤然离校 夏篇明日刊发 敬请西大 时 设立分校 罪翁之义不在九份而辞职 校长被迫走他相赴 广西大学史话作者简介蒋清辉 广西全州人 以978年考入广西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毕生从事新闻工作 曾任广西日报编委兼南国早报总编辑 自治区政府参使 高级记者教授二级 先后获广西 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全国晚报都市报 优秀总编辑陈昊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著有此功至今原不死 另类皇帝 广西大学史话1928到1949年 历史的碎片 干苦及新闻角度于选择 新闻生涯三十年 主编有解读广西从说 全州历史文化丛书 我们没有忘记 新亥革命广西百年纪 从广西走出去的中国远征军 申报 新亥革命广西资料选编 上下册 历史名人在西大等 N内容来源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广西大学史话1928到1949年 作者 蒋青辉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所得打赏归属作者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